你好 是个好老公 他说我老婆怀孕期间发现 这个牙齿变得非常的不好 怎么不好呢 就是牙龈特别容易出血 他想知道是为什么 该如何保养 这个我理解 因为在老婆怀孕的时候 你就不能给他用药 有些什么抗生素 或者甚至感冒药 能不吃就不能吃 那如果这个牙齿一直不舒服的话 就影响他进食 那宝宝的营养可能会跟不上 那牙龈出血 这个问题是可大可小 所以呢 这个问题我们特别帮你咨询了 我们的干细胞专家 我们的陈昌平教授 那我们的陈教授挺好的 虽然他在台湾非常的忙 参加很多的这个调研的活动 可是针对你的问题呢 他还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留言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 陈教授是怎么说的 先有点轻呢 我们再想一点好不好 很多盖子要给胎儿 可以听到吗 也造成了牙齿的盖子会不过 所以我们怎样牙齿不好 有位朋友牙齿不好 那通常怀孕的妇女 因为很多盖子要给胎儿 所以也造成了牙齿的盖子会不过 所以我们怎样来维护它呢 第一个方式就是增加盖子的色情 比如说牛奶或者是豆浆 这些都有盖 加上如果不过可以吃盖片 一天可以吃到1000毫克 另外维他命D3 那维他命D3主要的作用 开始是认为在肠道 能够让盖子的吸收变好 那现在他维他命D3 另外一个更好的作用 是能够提高免疫力 因为我们的白血球 需要维他命D3来帮忙 尤其是即食细胞 此外胶原蛋白也非常重要 那胶原蛋白就是可以从我们的皮 比如说猪皮 鱼皮或者是鸡皮 这里面都有胶原蛋白 这样就可以来帮助 此此之外 我们现在发现 很多人由于上了年龄以后 为了要抗衰老 所以他们就使用了口服 活化因子来增加干细胞 那这个是一天喝一瓶 然后经过了胃 然后到小肠吸收以后 就到达骨髓 那在骨髓 他就制造了造血干细胞 那会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 就是红血球 白血球 血小板增加 第二个功能 就是免疫调节 所以免疫力不好的人 比如说牙痕容易出血的 这些都有花眼的 都会改善 它有抗花眼的效果 然后第三个最重要 它是有兼职干细胞 就是干细胞 它会跑到牙齿 骨头来增加他们的新陈代谢 让他们变好 那当然很多人使用这个是为了 比如说拿记忆力退化了 或者心脏不好了 或者肾功能不好的来处理 但是对牙齿也是另外一个 额外的收获 还有这些人的皮肤都会变成漂亮 头发都长出来了 甚至于白化会变成黑化 这也是这些活化因子 让干细胞增加的效果 谢谢 好的 也谢谢我们的陈教授 非常好 所以就是还要凭少保养 那第三 就是细胞和活化因子干细胞 可以试一下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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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